水泥在那边 我们站在底下 那下来不是变肉饼的汉堡了 所以十大地铁 我们再带您看一下 这个全世界有名的 酷的美的地铁 全部齐芬姐都跟大家分享了 掌握到了 有空就去晃一晃 看一看 但是地铁所代表的是一个经济 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 那股市当然就是一个经济橱窗 下个礼拜台股会好一点点吗 下周 到目前台股的这个多头趋势的架构 并没有改变 那关前整理到现在已经完成了 所以下周在封关前 我们说如果无量 它应该也有盘间的机会 那如果放量 它就要重关了 那整体来讲 我们外资的动向 将会决定现阶段台股的涨跌 那至于观察的指标 宏达店的概念股 还有这个苹果概念股 这个太阳能 就是节能的 因为油价 然后再来就是金融股 我想这几个重点掌握住 还有一点 在第一段提到了 国际变数特别的大 所以到底油价美元欧洲 又发生什么大事情了呢 昨天待会的夜线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